那我们不妨从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开始吧 好 现阶段圆圆你的爱情观究竟是什么 危险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射陷阱 A是钟情于让自己佩服的男性喜欢仰视的感觉 B是钟情于很浪漫的这种爱情生活 能够满足你当下对所有男性的幻想 A 喜欢仰视 我觉得这个人对方身上一定有我非常认同的优良的品质 比如说你会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品质的一个需求 我看永远一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立刻就会把自己包起来 对我不想每年都上新门头条 因为当时其实说也是没办法了 就是照片一拍 但是就之后就很尴尬的就会一直被问到 一直被问到 就好像我们两个天天不干别的事 就是天天被问到 其实也是挺尴尬的一个事情 自己高调承认的恋情 因此可能你的粉丝的数量有些减少 你对这样高调的承认恋情是怎样的看法 我觉得我没有考虑高调低调什么的 就是我是一个低调人 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一个点上 就没有什么好再去隐藏 因为之前所有的隐藏不是因为不敢面对或怎么样 是因为不模糊焦点 但是有的是没有绯闻都要尝试 博取这个高的收视吗 对啊 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事业规划跟心态不一样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员说的 他说其实演员每一个塑造的角色当中 都有自己的音 你听到过这句话吗 我没听过可是我非常认同 咱知道是谁说的吗 好 ok 高远远说的啊 真的吗 是的 他跟你交流过这方面的 就是在专业方面的东西 因为他必定要比你多很多的经验嘛 在演习吧 当然有交流啊 我们在演习的时候 两个人都会彼此就讨论剧本啊 角色啊什么什么 I love you 大碗 风情晚 在戏开机的时候 他曾经跟陈凯歌因为你而打过一个赌 我不知道你了解他们是为什么打赌吗 每次都听别人来跟我说他打那个赌 我一会真的要问一下 洪姐到底真的有没有打过 是是是 就有一次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 导演说 我有种感觉 谁演这俩 谁 谁演他们 他们都会爱上对方 我说你也太自信了吧 他要问我们打个赌 就随便 大家聊天的时候 说得清楚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解释 你 你跟我去解释 能不能办法跟他了 我怎么 我是阶级小道杀人犯吗 我怎么就不能去了 我跟你有什么阶级家人的关系 我跟你就是我有关系 现在我不知道拍完这些电影之后 你会惧怕在互联网上被搜索吗 我其实一直挺惧怕的 你是为你怕什么呢 我觉得做演员 你都有这种经历 你不想把事情 让事情演变得更严重 因为我在被关注 所以才会被搜索 你认同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当然认同了 但是我没办法 别人给你一种莫名的光环 这光环可能跟你根本没关 是别人给你的 你也要接受别人给你的这种 不实的东西 这些是你做演员 必须要承担的一个东西 一个心情 谢谢你陪我演了这么棒的一部电影 谢谢你 哇 太感动 太感动 非常的真情流露 连愿要不要 每个女孩都有信中的白马王子 你曾经有信中的白马王子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如果说想象我就会觉得应该是我爸那样的人吧 我对我爸那个理解应该是我对于另外一半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吧 那如果你想找一个就是你理想中的另一半 你的脑子会是展现什么样的类型的一个孩子 我真的没有恋母亲戚 我必须跟大家说这样 我妈是一个我觉得比较算是适合我的那种女性 很贤惠但是又很任性的那种 就她很有自己的思想 但是又为了家庭付出 就全心全力来照顾家庭照顾 但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跟非常独立的一个女性 如今你的爱情事业双丰收 你的事业会为自己的爱情让步吗 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你在不同的一个状态下 其实一定是有侧重的 那我这些年其实都工作以外的时间 都是给家里都是尽量的陪妈妈 因为那身体不太好 所以总之我觉得爱情其实跟家庭是画等号的事情 对 而且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这是重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而且没有感到后悔遗憾 我确定我做这件事情 我就衔心入罪了 那你这样的要求 岂不是要要求将来的另一半要放弃她的事 也不管是哪方面的事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 就是这都是可以商量跟讨论的 尤其像我们的工作优势 变化性这么大 相对来说那个弹性 其实是弹性功勢是很大的 我爱你 让我听 你的疲惫和恐惧 我爱你 我爱你